早餐 誰沒有?舉手 誰沒有? 郭大家 你們兩個玩志祺 來,那個韋甄 他們的... 拿給他們 你應該不是玩志祺給的 你沒有參加玩志祺 所以你是志祺沒有拿? 沒有 為什麼要貼這樣? 好可惜 我們看,十六筆 看一,我們那一張 十六筆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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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不會想的 十六 你也不會想到 你會想到 開始寫開始 紙箱 入沙爪 入沙爪 前面傳表要寫的什麼東西 應該需要在上面就要寫 哪一句話會需要做更多 PQ兩點在上面 PQ兩點在上面 在哪裡 PQ兩點在上面 PQ兩點在上面 自線DV 加上HC 我們的考學都是自己來的 對啊 我們是當天自己來的 已經跟考學一起了 等一下下次再找醫院 那個他說 你一定要判理我 他說AP比PD 其實AP比PD是4比1 其實你把那個4比寫的話 是不是要換你 就會養成習慣 所以他是4比1 AP比PD是4比1 AP比PD是4比1 AP比PD是4比AP 然後PD A有D 那P P他要求要在 因為他有講 PQ兩點分別在 PQ兩點 PQ兩點分別在 AD跟AP上 PQ一到 D d sd d sd sd 直接在你的模型上标 叫做拉肚子 把皮的位置标出来 标好了 其他人之前你一定要标 你把你那一张拿上的没有关系 那其实你不用拿4比1啊 全部都在上面 你一定要自己标哦 什么叫做AP比PT是4比1 然后你又已经知道P在这一条上面 所以P应该在哪里标 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标 你养成一个习惯 你如果考试的时候 其实你试着要拿铅笔 因为你如果画错图错的话 你还可以再修改 不要用别字 就直接点上去 你觉得它在哪里 第一个它估计的很准 可是如果我想要更准一点呢 有签 所以它知道 它应该要切 没关系大概 但是你 因为大概就好了 那这个大概也很简单 你的大概变成了 四分 所以还要再修改一下 这个 所以它应该要 所以为什么叫你一定要签名 画错了 可以再修改 可以说 像叉磨叉 技术 好 好,我跟他在那裡 好,五等份你們吃五等份 好 因為五等份很辣,所以通常你不會這麼做 我會是像這樣 你吃五等份太難 對,所以我們先三個 這樣會整理 知道我在聊天 好,然後呢 為什麼 為什麼P應該在這裡? 因為他說4比1 4比1的意思就是說如果這個是1的話 下面的那個應該就要4分 所以就1,2,3,4 這樣我才看得到 我才看得到 是這樣 所以這邊是P 對 那個G點上再去 其他人自己來,一定要是有 這個動作是緊補的關鍵 然後他要求AQ 3 QE 他也要求要4比1 他已經講Q 必須要在AE上面 好 好,然後QE 好,然後QE 上去 好,然後QE 上去 他基本上沒有真的五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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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可以打太長 對 所以QE應該還要再高一點點 對 他要再高一點 就把他說 稍微把他說的好用 所以我為了要能夠比較能力 我三五等分 所以我一樣三二 這樣我可以 就把他畫好幾個 來,一定要畫 就直接在皮膚上畫就好 因為題目是這樣子 他就AQP AQP四次 就一定要 然後 根據題目給點多 把D跟U點出來 然後表現出4比1 這裡也是4比1 但是長度不一樣 這個的長度很顯然比較長 這個比較短 可是他也要4比1 他也要4比1 所以人家跟你講4比1 你沒辦法知道 他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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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寫出D這個的話 就代表他不一定是真的 4就是4 B是1 他再講他們之間的倍數關係而已 下一句話 他說 直線PQ交AC與R點 今晚這個畫 怎麼看 這個分桿上 可以把你帶上 拿上 每一個人自己畫 什麼叫做 直線PQ交AC與R點 你已經有P有Q了 你就可以畫PQ直線了 你已經有P有Q了 非常好 請你們一定要湊到這裡 這個叫做PQ直線 既然是直線它就可以貫穿 這裡可以貫穿 那邊也可以貫穿 那他為什麼畫這一邊 因為他要到AC 因為他要跟AC有交流 所以他畫往AC的方向 完全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不然PQ直線 PQ直線講的是 換穿這兩點的這一整條線 這一整條線都是 他可以往這邊畫 兩頭好 他畫得非常有效率 因為他是要往AC這個地方 然後就不要自此地上 到目前我一直才 還沒有講 寂寞還沒上去 那目前我一直遇到這裡 到這裡的時候 如果你圖形畫得好 你會有一個感覺 這一條你會有一個感覺 有什麼感覺 你如果圖形畫得夠好 你這一條跟整個圖形 有什麼關係 相似是後來的圖形 diffuse 這是多ierte隔絲 這是整個圖形在上面 有可能會說 這條跟這條,請給我畫,保證平常 為什麼呢? 原來我舉例看 對,我拿倒過的話,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這一趟 我這邊把他三整段 我走三段,可以到哪裏 我把這裡也把他三整段 我走這一條,可以到哪裏 從這個地面爬到這個高度 不管是走這一條,或是走這一條,都走得這麼高 所以,當我從這裡走到這裡的時候 當我從這裡,我這一整條,我再越走做越高 越走做越高,我利用這一條來爬這麼高 對不對? 所以我利用走這一條路來爬這麼高 最簡單的方法讓我們可以爬上去 但是我為了能夠輕鬆一點,我走這一個 對不對?這個,這個,這個沒有 我走這一個,走得比較遠 可是,我們只要把這一條走完,我就爬這麼高 對不對? 那我走了三分之一,那不就代表我走了三分之一的高度嗎? 我走到這裡就走了三分之二,那不就代表我走了三分之二的高嗎? 我走到這裡的時候,不就代表我還剩下三分之一的高度沒走嗎?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三整份,這個位置代表我走的三分之一的高度 走到這裡就走的三分之二的高度,走到這邊就全部走了 所以我這一整條,我把它分成三段來走 走到這邊休息一下,走到這邊再休息一下 走到這邊再休息一下,然後再走到三點 所以我走到這裡,可以走到三分之一的高度 走到這裡,可以走到三分之一的高度 所以只要比例一樣 五三,五二,五三,五二 或者是你講二三分之二的高度 只要比例一樣,或者你講二比一也可以 你知道在講這個嗎? 只要比例一樣,他們都走這麼高 只要比例一樣,他們的高度都會一樣 所以這個聯想線都會怎麼樣? 都一樣高,一樣高就會怎樣? 一樣高又怎樣? 這樣沒有一樣高,對不對? 跟周邊,對不對? 我把它到一樣高,它就會提醒 所以一樣高,這一些線都會跟這一條線一樣 我這個畫在比起來,為什麼? 這個非常非常的特別 比例一樣 因為關鍵在,從頭到尾這一條跟這一條走的高度 就是這一包紅色的高度 只是它走的比較,走比較短 這個走的比較長而已 只要比例一樣,高度就會一樣 高度一樣,它就會平衡 平行就一樣高,比例一樣就一樣高 所以你剛剛畫得很準的話 如果你畫得很準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兩條線是平行關係 你畫出來的那一條PQ直線 會跟上面那一條是不一樣的 這個圖只是剛剛這個圖的圖在 倒過來而已 所以你用4比1畫出P 用4比1畫出Q 然後P跟Q連起來的線 一定會跟上面那一條的線 邊畫就邊把那個感覺寫下來 很重要的 再爬一樣高,這個重要 一開始就他們兩個目的都一樣 都要爬這麼高 他們兩個目的都要爬這麼高 所以爬的比例一樣就一樣高 所以爬的比例一樣就一樣高 我們會用來加工的 雞国可以換成績 雞肉 顏色 雞肉 枯面 雞肉 鮑也 田 雞肉 玉米 雞肉 雞肉 鮑 去推翻 OK的 你自己去往這裡 剛才你自己就去往這裡 這裡只是按鈴而已 就看圖了,就直接在圖形上就有形狀 然後就知道怎樣 我們要盡量在上面 插一點點 其實你會 希望你的多意思 你會不會有半大時間 可以畫得很準 因為你上面有五十 炒熟 我先把它拿好 不是不是不是 對你沒有善用你的格子 你也沒有善用格子 不錯 沒有善用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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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沒有 沒關係你畫了就畫了 就這樣 畫 就是你對你寫的東西 沒有感覺 不錯 你看到你畫了 不像你像你一樣 在那裡 就是你畫了 看你畫了 你看到你畫了 你畫了 如果畫了 有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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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 有畫了 有畫了 是有 為什麼會雙門畫得不好? 裡面上面有格子 可是裡面卻沒有用上面的格子 然後沒有好好的善用它 目前畫得慢 目前畫得又不對 你已經知道你要畫三等份了 你已經知道你要畫三等份 這個每一格都是一等份 對不對 但是你又不想要畫的還矮 所以你應該要去思考 格數一樣就代表它一樣高 一樣高就一樣的等份 所以如果是我不會這樣畫 我要三等份 我就數兩個 兩個 隨便畫都沒有 三等份 所以一樣高 一樣高 一樣高 所以我會換三等份 我換三等份 這句話也不用再次畫了 我現在是不是跟你講 剛剛五等份 我剛剛不是說畫得很好 我真的有注意這個問題 然後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接下來這一條線 我隨便畫都可以 隨便畫都可以 三等份 三等份 兩等刀 兩等刀 三等份 所以這裡一定是三等份 看得到 三等份 三等份 二等三等 幾個都可以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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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可以三等 所以三等 三等 三等 所以你會看到 格數一樣它就會一樣高 格數一樣它就會一樣高 要不要善用你的格子 因為你會善用的話 你會善用的話 你可以畫得快又準 多漂亮 而且又那個 好沒關係 這次就會學起來 希望下次 好 再來請問一下 我問你一下 這一條線 這個位置有多高 這個位置有多高 三分之一的高 五分 這個位置 換句話說 這兩個人就可以把這一條線生 有就是說 你這一邊本來三等份的 畫完之後的這個平行線 就可以把你任何一條線 一三等份 常常都講 一百萬 所以回到這一條 現在你已經知道 這一條線跟這一條線 很幾個了 就會一樣高了 一樣高你是利用 為什麼你可以得到一樣高 因為它是4比1 4比1 所以這個畫起來會一樣高 對不對 那你一樣高過來的時候 是會貫穿AC這條線 所以 爬是不是也一樣高 既然它是一樣高 那就代表 什麼關係 一定有位是 全都是 非的是 因為它們4比1而得到 是透過平行 得到這個4比1 平行是因為有兩條4比1 而得到一樣高 一樣高而得到平行 平行就可以確定 剛剛 剛剛那個N毯上來畫了這一條 切到的那個R點 一定會是4比1 所以通通切到一樣高的地方 所以 既然通通切到一樣高的地方 所以已經快結束了 好接下來 接下來 如果我還要請通界上來畫下面 QR2點到CD的距離 QR2點到CD的距離 來 壓平上來 你可以R上來 他要請你 他要請你 他說QR2點到CD的距離 先你畫什麼 這個什麼叫QR2點 一個是Q 一個是R 先畫Q的 請讓你自己畫 你畫好的情緒是什麼 還沒 那底幕還有一句話 不是嗎 剛剛 剛剛 N毯子畫到 直線皮膚焦力 西域R點 後面還有一句話 把這句話畫出來 什麼叫做Q到CD的距離 他不曉得該什麼畫 等等 什麼東西 等一下 因為他是這樣 他說QR分別 對不對 分別的意思是說他做他的 剛剛這樣無關 好所以 Q到CD的距離 很厲害 距離一定要有一個東西 距離 很像 這個是CD 對不對 他Q在這裡 對不對 Q到CD你這樣畫 你這樣畫 你要吹一個很重要的標誌 你才可以去 指教 一樣 再來Q 再來畫 好 好 這個你已經畫好了 請舉手 放下 等一下還沒結束 我想說他還沒結束 注意看 還沒結束 對很好 知道 自己的位置夠快 請舉手 等一下 應該寫在哪裏 哪裏 哪裏 哪一段才是Q到CD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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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畫這一條 所以距離是這一條 所以你應該寫在這一條 所以你應該寫在這一條 旁邊 對 還有 可是你寫這樣 很像Q 要升降落 按ストローズ 按ストローズ 通常區分數要這樣寫 如果要寫就不這麼、就不讓他這樣寫 就不會這樣寫 或者通常會寫的��면 學過這一段寫畫 Q問多少? 請你再寫希望寫 先畫一段,然後再擋一圈 叫不會寫久 好,可以 欠点申请 QR的距離一樣,另外這兩條你應該看得清楚 這一條比較長,所以它的4比1的1會比較長 這一條比較短,所以它的4比1的1會比較多 所以這一個會長給它,但是這兩個高度會一樣高 我花30秒,自己來,你一定要,我要看得有在這裡 請你看著題目,一個字一個字的看,然後再對照圖形 把這一條看完結完,用看著就好 這樣子一定要花上去 不要再煎,不要再煎一下 謝謝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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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仔細裏 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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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他跟你講說這個圖形會通過 只要這兩個點對不對 他會不會有同時 他說他要通過這兩個點 所以你應該要把那個圖形畫出來 不要大概因為你格子很低 畫在筆記本上 然後我請你同學上的話 那個 繡繩上 你為了能夠畫出通過那兩個點 你一定要有直角色標性 所以你一定要畫一個手 畫一層然後標記去他的位置 請你善用你上面的方格 老師的時候當然你沒方格 不是你現在有啊 你現在有就好好的用 沒有當然就大概 除了大概你還下面數格子 因為他就只有講這樣 我沒有畫他沒有意思 所以你一定要 他現在先實在上 你平時把不停的 但是那部節目 也無法教練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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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算了 你應該說的 沒有錯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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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快點 就是幾個 先來 妳要標記出負三那個點在哪裡 負那個點在哪裡 對不對 然後因為它通過是哪個點 妳又知道頭起是一條直線 妳就應該把那兩個點用直線點起來 這樣排隊都化完 對不對 好 妳化完這一題已經結束了 不錯嗎 幾乎結束了 再來喔 它說這個圖形下面哪一個 跟它的焦點會在第三項線 來 我事情有教過妳們 請問第三項線在哪裡 從哪裡開始屬 然後右上角 然後逆時再走 還記得 然後妳就自己標記 一 二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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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標記一點 複習一下而已 很好 妳們基本上都記得 所以它會希望 它可以碰到它 是碰在第三項線 那想要碰到它 又碰到第三項線 一定是碰到這裡 就是這段對不對 它想要碰到它 而且要碰到第三項 它複醒在第三項線就只有這段而已 要先再點進去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大家想要碰到他 那他给我的 他给我的是 一个是X减4的 一个是X加4的 一个是Y减4的 一个是Y加4的 经理工程都做一个什么 他可以改一句什么X的 解释的代表是等于 是X减4的 对不对 都改醒了 先这些东西 全部改醒 因为改醒之后 再想得比较简单 因为他等下要讲 跟他的关系 这个是Y减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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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喔 我昨天才刚复习过 这个在讲左右 这个在讲上下 对不对 这个在讲上下 对不对 这个画出来 它不管高度 对不对 不管你的高度 不管你的高度 他只要 就是要在4个位置的 不要 右也不要走 所以只能定在那里 那高矮 随便 对不对 所以这一种 独型长向是这样 这一种独型 长向是这样 知道我在讲吗 现在请你 把这4个位置画出来 把这4个位置画出来 Y减4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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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画 就是 X等于 抱歉 来看看我这里 X等于4 我确实一定会去找 X等于4 或者是我就1 2 3 4 对不对 然后X等于4 它不管高矮 它只要你 就是一定要在4 那个位置 不管高矮 所以独型就在这里 所以這個名字是失敗的 因為他希望可以碰 他希望可以碰 所以用這樣的想法來 哪一個才會碰得到 對不對 哪一個才會碰得到 光這一個 你在考試的時候 我現在是在教你 所以才叫我們畫 來看一把 到這裡看一把 回來 回來 再回來一次 再回來一次 G號這裡 因為考試時間很寶貴 而且我們主要是要解 對不對 你已經知道他會怎樣 他會怎樣 我的目標是要碰到哪 我的目標是要碰到哪 所以以X來講 一個是從式畫 一個是從副式畫 所以這個會從副式來畫 我都沒有畫我也知道 他絕對碰得到哪 知道在上面 看到 畫了之後 只是確定一下 這個碰得到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你就要看Y 所以Y的話 Y的話 一個就是Y等式 一個就是Y等負式 哪一個才有機會碰得到 Y等式 Y等式 可以 我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我的目的 是為了解決 不是要畫給別人看 所以你要一次性的 稍微把它看一下 然後再對照一下 哪一個比較有機會 就先試哪一個 因為你看完之後 你就知道 試在這裡 或是在這裡 你要這樣畫 你根本不需要真的畫出來 你就知道它根本不會成功 然後Y的時候 你就自己手這樣子 一個是四四在上面 一個是負四在下面 所以那個失敗 所以答案在這裡 所以你就知道要畫 你有沒有發現 所以你就算不會要畫這個圖 你也能夠解決到題目 OK 關鍵就在 你看你掌握什麼訊息 你題目給你這樣的訊息 你就把它畫出來而已 哪里能夠錯了把它錯出來 你題目錯會變得很簡單 現在一樣花30秒 把這裡都會變 眼睛看題目 你要自己看題目 花30秒才會變 30秒就好 你看 十一 滿整的想念 下個小小小 這隻又帥了 天啊